各位观众欢迎到奈特斯拉的频道 我是你的频道主小言爱的 这一期要来介绍就是 特斯拉我最期待的一篇啦 那就是配件篇了 那由于买特斯拉就很像是一个3C产品一样 所以会有特别多的配件 像如果你以手机来比较的话 就会有手机壳 手机吊饰 保护贴啊之类等等 那换成特斯拉其实也是一样 因为特斯拉就是一个大型的3C产品 所以其实它在周边上有非常多的厂商 都有出一些热门的配件 那这一次也很感谢Jewa的赞助 Jewa是一间专门在做电动车的配件的厂商 那它不管是从充电的转接头到置物盒 或者是说手机的配件其实它都有 那它比较针对的就是有特斯拉的 所以其实我在当初找配件的时候 我就一直常看到他们的网站 所以我这一次除了会介绍他们赞助的以外 我还会介绍一些我从某宝买回来的东西 这我觉得是在特斯拉上是非常的值得去购买的 那一样废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就进去车内看看吧 首先第一个要介绍的是Jewa提供的杯架组 那以往说一般特斯拉如果你没有装这个杯架组的话 它其实自己原厂是有一个 但这个有一个缺点就是说 它其实大小会太大 像你放一般的铁罐或者是说宝特瓶 它很有可能会造成晃动 所以一般买特斯拉的人都会必选的第一个东西就是杯架组 那其实某宝上也有 但某宝的材质摸起来其实触感感觉就是有一种不舒服的feu 所以这一次选择Jewa的 Jewa的话它是下面是有这种指滑的 那材质摸起来是非常的舒服 而且安装非常的快 只要把它放进去压好就可以了 那它还有附一个杯垫是可以给你去安装做使用的 当你安装上这个杯架组之后 你的瓶瓶罐罐就不会在那边摇晃了 其实是非常好用的一个东西 这是第一个推荐的产品 下一个要介绍是Jewa的置物盒 这个是中控的置物盒 一般我们中控是有一个原厂的置物盒啊 那我已经把它拿掉了 现在就是换成Jewa的这一个 里面是它的架子 那安装方法其实也非常简单 就是只要很简单的把它放进去里面 放好就可以了 那也不会挡到连接器的位置 加上这一款是有做隔间的 所以如果你要放东西的时候 就会比较好放一些 人厂购买的话它还有一个是灯 这个灯是做感应式的 把它放进去里面之后 当你把中控台关起来之后 它会自己熄灭 那帮你打开要找东西的话 它会自己点亮 这样就不怕在黑夜中 你要找东西的时候会找不到了 那像我平常就是会把我的 转接器放里面 像是我的什么眼药水啊 放里面 或者是充电线我就把它放里面 就是一个方便为主的 下一个也是Jewa的成品 那它也是置物盒 但它是在前面置物箱的 那像我们这种老款的 我们这种老款的特色 它是用翻盖的 新款是用推的嘛 那其实它新款旧款都有出 像我们这种翻盖的 一般里面是没办法放东西的 所以东西都直接丢下去 像我的钱包现在就丢在里面 那如果你多了一个这个置物盒之后 它可以完美的匹配在里面 这样你要找东西 或是你要拿一些卡片钥匙 都会比较方便 像我自己就是把我的钥匙啊 跟耳机就这样放在里面 那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钱 就会把它丢在这里 像把它这样放在这里之后 你要拿东西就会比较方便 像是你要去洗车啊 或是要干嘛的时候要拿零钱 都可以很快速的拿出来 就不怕再找东找西了 这是第三个推荐产品 也是JOWER的产品 置物盒 那介绍完置物盒之后呢 再来我要来介绍的是 我前面这一块屏幕 上面有你们有看到有两支架子 这个就是拿来粘我的手机用的啦 这个就是我从毛宝买回来的 后面其实是套上去的 它是直接套在你的荧幕上面 所以很坚固 后面还有附一个这个 置物盒 我通常是拿来放我的眼镜用的 因为其实你出门 尤其特斯拉太阳真的很大 那太阳眼镜有的时候放在置物箱 或是放在中控台很难拿 所以就是放在前面会比较方便一点 那前面也可以放其他东西啦 这边这两个放手机的呢 其实就是比较方便一点 如果你今天你是iPhone的话 你可以直接把你的手机给吸上去 方便快速 你要直的狠的都可以 就像这个样子 那另外一边就是给我附架用的啦 附架也是用iPhone的话 也就可以马上直接粘上去 要拿来看电视啊 要干嘛都可以 那有的时候我自己拍片的时候 我想要拍片 我也会把它粘在这里 然后开录影这样对着我自己 就等于说帮自己多了一个无形的支架啦 那既然讨论到支架的话 就不知道它有没有出支架呢 其实它有 那它有没有赞助我呢 其实也有 可是支架在哪里呢 现在马上来给你们看一下 首先呢要先把你的模式 调成睡觉 对我其实有帮自己设定的一个睡觉模式 这个睡觉模式干嘛用的 可以让你的方便把拉到最上面 座椅垫直接降到最下面 最舒服 那刚刚说的支架呢 其实就在这里 有看到吗 那这个地方是干嘛用的呢 不过你在睡觉的时候 其实你也会想要看影片嘛 这时候你就可以把你的手机给吸上来 我不确定这样你们看不看得清楚 但我平常睡觉的时候 真想看影片是这样看的 那你说会不会掉下来砸死自己呢 其实它黏得非常紧 我说真的 它那个黏度真的非常够 要掉下来的几率几乎是零啊 像我平常就会这样子拿来 像我平常就会这样子拿来看看我自己的 不是看看别人的影片啊 或是看一些可以催眠的影片 让自己好睡觉的 所以如果你有多的预算 你也常在车子上睡觉的话 我给你的推荐就是买这个就对了 这个真的很紧 紧到它掉不下来 我想拔也拔不下来的地步了 再配上特斯拉的音响 这样子拿来看电影啊 或是看任何剧都是一种享受啊 尤其是你晚上在车上的时候 这样看真的很舒服啊 再来要介绍的配件就比较简单啦 像是在车上你必备的就是眼罩啦 眼罩是你一定要戴着的 因为如果你要在车上睡觉 你们也知道玻璃是天窗的 所以太阳很容易就照下来 然后把你照的眼睛根本 你想睡根本睡不了的状态 所以有个眼罩是非常必须的 那这眼罩是某宝买回来的啦 下一个要介绍就是这个挂钩啦 这是在手套箱上的挂钩 因为像我们特斯拉的手套箱嘛 是基本上如果你没有升空它是打不开的 所以它一般是盖很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像我这边有一袋檸檬 有够重的檸檬 轻轻松松挂上去 完全不会掉下来 下一个要介绍的就是特斯拉的雨伞 这边有看到特斯拉的logo 那其实这个就是很像那个 劳斯莱斯的那一种了 打开来之后也是会有特斯拉的logo 买这把伞主要是为了想要有一种高级感 但最后你也知道 劳斯莱斯有附那个雨伞的置物孔 但特斯拉没有 所以最后就是被我放在后车箱了 那既然打开后车箱之后 对 有点乱 你们会发现有一个东西也是JOWAR的 这一台东西 是我最后可能要在下一集才会来介绍的 我想去做一个对比 这是JOWAR为特斯拉专门出的滑板车 那这台滑板车实际使用还有效果 我到时候会拿电动脚踏车 跟小米平衡车 我们三台来做一个对比 因为这三台其实都是能放下我特斯拉后车箱的 那就是来看一下哪一种你们会觉得比较方便 这一台JOWAR的滑板车 然后它的特点是可以放下下置物箱的 因为其实我自己比较懒 我不想把它放下去而已 不然它是可以放下去多一个空间的 那这个就期待一下下一集吧 所以要跟大家说了一下 因为这一次是跟JOWAR的厂商合作 所以他们这一次有给我优惠码 只要到JOWAR官方 将你想要的东西加入购物车之后 有一个地方可以输入折扣码 只要你输入NIGHT 你就可以得到优惠喔 而且这个优惠码是可以长期使用的 所以如果你对JOWAR的产品有兴趣的话 记得打上这个优惠码 OK 那这一期就到这边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再帮我订阅按赞分享 并开小铃铛 B站的朋友请记得帮我一键三连 我的频道陆续还是会出一些像是 特斯拉的影片或是网游回忆录 这是我最近比较想要出的东西 那我知道有一些观看可能比较低啦 还是希望大家可以 没事就帮我看一下 按个赞分享一下都好 那也别忘了 我平常还是有在经营我的TikTok跟IG 这两个短影音都会上一些短片 那短片其实也会在YouTube上啦 就是麻烦大家多点阅啦 也别忘记了喜欢我记得帮我订阅 订阅真的对我来说很重要 感谢大家啦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